說到敵人 現在有一個非常現實的情況 就是我們非常有可能被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普丁宣布併吞烏克蘭四個地區 烏克蘭總理澤連斯基說要快速的加入北約 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烏克蘭現在處於戰爭狀態 如果烏克蘭真的加入到北約 就等於北約三十幾個國家直接跟俄羅斯宣戰了 這可能導致就是世界大戰直接開打 要不然就是北約被瓦解 如果裡面的成員不想跟俄羅斯開戰的話 壞消息還不只這樣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新聞 由美國的高層透露美國會對俄羅斯使用斬首戰術 就是去直接把普丁幹掉的概念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戰爭 我個人認為看起來一定會擴大 而且開戰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整個擴大到成為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現在最好的情況已經是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射核武 北約沒有任何動靜 烏克蘭投降戰爭結束 這已經是最好最好的情況了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普丁的演講 這個演講很明顯的就是要拆散整個北約 甚至讓美國人起來推翻美國政府 當然我這邊是BBC的翻譯出來的東西 來討論一下這個震撼全世界的演講 因為在這個演講裡面 他很明顯沒有把烏克蘭當成敵人 而是整個西方社會 基本上他在上面沒有提到烏克蘭 他在上面說 美國以及西方試圖要奴役 以及殖民俄羅斯還有其他的國家 美國使用經濟以及科技強制的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其他國家裡面 這就是一個另類的殖民稅收方針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西方動搖各國的穩定自治模式 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恐怖組織 目的都是要摧毀各國的主權 然後我必須在這邊說 是的他講的沒錯 美國的確就是一個大名鼎鼎的這個樣子的國家 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我們常常介入國家的政治 我們常常創造出傀儡政權 我們付錢來創造革命制 來摧毀當地的穩定 所以很明顯他在這裡並沒有說謊 接下來他說到美國有保持這個姿態的野心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雜亂的戰爭會發生 侵略烏克蘭那不是你嗎 就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西方試圖要侵略俄羅斯 美國想要俄羅斯成為一個殖民地 不想要俄羅斯得到自由 他們想要俄羅斯成為a mob of soulless slaves 一群沒有靈魂的奴隸 他說西方創造出來的世界秩序沒有任何的道理 而且這些秩序是誰創造出來的呢 又是誰同意的呢 俄羅斯是一個古老的國家 還有一個古老的文明 我們不會跟你們玩這些不公平的遊戲 西方沒有任何道德層面的理由來指控俄羅斯 因為西方自己不斷地違背自己創造出來的規則 他說這些西方列強是充滿著獨裁 而且對於俄羅斯人是充滿種族歧視的 在各地試圖散播反俄羅斯的情緒 恐惡症Russia phobia 就是一種形式的種族歧視 而且還自以為清高地說自己是個文明的國度 他說美國殖民而且創造了全球奴隸買賣 屠殺美國的原住民摧毀印度以及非洲 甚至逼迫中國的人購買鴉片奴役中國人 那我們呢 這也說的是俄羅斯 我們是非常驕傲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 我們幫助國家降低貧窮以及提升生活水準 提升平等 所以這邊各位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這篇不是講給俄羅斯人聽的 而是講給美國跟西方國家聽的 這裡有超多的心理戰術在這個地方 說美國創造了全球奴隸買賣 這當然是假的 奴隸買賣是一直都有 而且一直都存在 現在都還存在在非洲那個地方 未來有空的話我可以再做一集 當時什麼被波斯人伊朗人 還有非洲大型部落 就在怎麼樣在當地抓人 然後運到賣到西方國家還有美國的 所以這個演講 講到這個地方很明顯的是在跟我們這邊的左派說話 美國不好 美國很糟糕 不要效忠你的國家趕快起來反吧 這個演講裡面可以聽得出來 而且非常明顯的聽得出來 他要討好的是美國左右派兩個勢力 而且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心理戰術 接下來他說 西方國家聲稱要把自由以及民主帶到其他國家 但是這卻跟事實完全相反 創造出兩極的斷層是一個完全反對民主的做法 這一切是個謊言 而且只有美國使用過核武 創平了一塊地 卻在當地建立了傀儡政府 這也就是講說 美國跟日本的關係 他說 這不應該有的 事情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世界不需要核子武器 這一切只是為了把恐懼放在我們的心中 把恐懼放在全世界 然後他說 日本 德國 韓國跟越南 到現在都還是在美國的掌控當中 在那裡有設立軍事基地 喪權辱國的治外法權 然後叫這些國家盟友 這些美國的盟友的領導人 全部都被美國監控著一舉一動 跟他們的努力一樣看待 所以這邊就在講說 美國的盟友 想要他們就是脫離美國創造出來這個聯盟的概念 接下來他說到病毒實驗室 還有人體實驗 這些都是他們在烏克蘭抓到的訊息 然後美國資助的 他說美國用鋼鐵般的拳頭控制著世界 任何反對美國的人 就會變成美國聯盟的敵人 他們的新殖民主義 就是用一個封鎖創造出來的謊言 例如像中國 俄羅斯 以及伊朗 真正的事實全部都被假新聞取代 這一段就在說 美國想要成為世界警察 美國一直管東管西 管每一個人 管每一個國家 接下來他說 你們沒有辦法用你們印出來的鈔票 以及社交媒體 來讓你們的人民吃飽 一個國家需要的是食物以及能源 但是西方聯盟根本就不想要解決 現在的缺乏食物的危機以及能源危機 反而是創造更多的缺乏以及危機 西方聯盟在20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創造出來這樣的危機 在二戰中確保了美元在世上的地位 在80年代 美國破壞了我們的國家 蘇聯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問題 現在他們想要顧忌重施 摧毀我們的俄羅斯 然後他說 西方國家全部都是神經病 They're crazy 我想要跟所有的俄羅斯公民說 我們想要我們的爸爸媽媽被家長一跟家長二取代嗎 他們創造性別 而且說你們可以隨便轉換性別 這個是你想要給我們的孩子的教育嗎 我們的看法不同 西方已經放棄了宗教 而且接受了撒旦 這個世界正在經過一個革命性的改革 這個人非常的聰明 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 他不是個好人 可以暗殺自己的政敵 打壓自己的人民 各方面的他不是一個好人 他的這個演講不長 但是打到了好幾個議題 這個演講就是講給美國跟美國人聽的 他討好這邊的左派說一堆什麼美國的黑歷史 討好右派 因為我們對於宗教的執著 還有就是對於社會的這些亂象的困惑 然後跟美國的盟友使用激將法 讓他們覺得說 對啊 我們好像就只是美國的打手而已 看門狗而已 我們幹嘛這樣做見自己啊 他引用了很多時事 但是也都不是完整的時事 而且一切都是對於俄羅斯有利 而且傷害美國的 這就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跟所有歷史上的帝國一樣 走到最後都是道德淪喪 民不聊生 然後在那個時候 內部或者外國出現了一個力量 最後粉碎了整個帝國 中國每一個朝代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希臘羅馬也是這樣 波斯王朝也是這樣 以色列也是這個樣子 迦南人也是這樣 因為這是人類的天性 我們永遠學不會 當我們不是正直 正義的時候 就是會被孤立 最後被摧毀 普丁 絕對不是正義的 但是他卻可以用這個短短的一個演講 討好了幾乎美國所有的人 表示我們的社會有多分裂 我們有多憤怒 人是非常健忘 而且沒有方向的生物 但是有一個絕對 就是我們永遠會找一個神來敬拜 當我們敬拜的不是真的神的時候 不是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敬拜其他的神 或者是偶像 可能是錢 可能是權利 當這些假神穿上白袍 說自己是醫生的時候 當這些假神穿著西裝 說自己是政府 代表正義的時候 我們也會信服於他們 我們也會敬拜他們 美國曾經會強大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敬畏的是耶穌 美國會衰敗 就是因為我們不再敬畏耶穌了 我們敬畏的是AOC Dr. Fauci 敬畏川普 敬畏拜登 敬畏各式各樣這些政治人物 跟之前所有的文明一樣 最終我們會道德淪喪 變成不正義的人 所以我這次真心的認為 第三次世界大戰 非常有可能發生 我們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歡迎有想法的人在底下留言 覺得我接下來會怎樣 因為就跟我們的服務業一樣 與其服務業的員工 要來服務客人 現在反而這些客人 要來取悅這些服務生 我們變得似不像 甚至不像個人的時候 沒有神的形象的時候 神的審判就會降下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